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先进制程已成为台积电主要成长驱动力 5奈米与3奈米家族制程占今年第二季营收达六成 第三季持续维持这一比例 其中3奈米占23% 5奈米占37% 台积电多次强调公司与客户密切合作规划产能 并投资先进和特殊制程技术以支援客户需求 同时在客户信任下获取适当报酬 目前先进制程因AI应用需求持续供不应求 分析认为随着AI相关需求成长 将带动台积电营收获利持续增长 外资此前以上修该公司AI应用营收的中长期预测 原先预计2028年AI应用将达到总收入的35% 目前渴望提早在今年或明年达成 Trendforce日前预测 晶圆厂受惠 AI带动电源管理晶片需求 以规划2026年全面上调代工价格 尽管具体涨幅上代协商 但市场涨价氛围已经形成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领域的领先地位 与产能紧缺态势 为其持续调价提供了支撑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明年将继续提升 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报价 先进制程涨幅预计将达3%至10% 这已经是这家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 连续第四年调升价格 据媒体援银产业人士消息 受生产成本攀升及产能 持续供不应求影响 公司已启动与客户的年度溢价沟通 预计2026年先进制程涨幅 将达3%至10% 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已通知客户 自9月起 针对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 启动连续四年涨价计划 涨幅将依个别客户采购等级 与合作情况而已 其中最抢手的3奈米制程爆价 预计至少上涨各位数百分比 业界形容这是AI时代以来 首次长期涨价行动 分析认为 台积电罕见启动连四年涨价 恰于联发科法说会提到 将反映成本调整晶片售价相呼应 预料将引爆下一波晶片涨价潮 市调机构指出 随着全球通膨盛行 加上台积电海外建厂 与生产成本提高 为了维持高毛利率 预估2026年起台积电 5奈米制程以下价格 将上涨约5%至10%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由于先进工艺的产能严重紧缺 台积电在今年9月份 已经告知客户 5奈米以下工艺 包括5奈米 4奈米 3奈米 2奈米 将从2026年1月起 连续四年涨价 平均涨幅为3%至5% 其中 3奈米的价格 每年涨幅均为个位数 不超过10% 但是四年累积下来 必然会达到两位数 超过10% 台积电 N2节点 2奈米工艺 将在年底量产 业界普遍猜测 其报价会比3奈米 高出至少10%至20% 但这还没完 台积电的这次涨价 将采用复利方式计算 也就是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 持续累加 涨价原因不难想象 主要是 AI HPC晶片需求 持续短缺的推动 尤其是随着 AIPC 自驾车 工业机器人的普及 对先进制程的需求 持续旺盛 尤其是5奈米以下工艺 高通 联发科 苹果 辉达 AMD等客户 都在桥手等待 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量产 包括高通 第六代 骁龙八至尊版 联发科天机 9600 苹果 A18系列 辉达 GPU AMDM I450 GPU 与Zen6 处理器等产品 都会用它 目前 台积电已经将大量人力和资源 从成熟工艺 转入5奈米 及以下先进工艺 必然会造成连锁反应 台积电7奈米 6奈米产能已经明显下滑 明年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紧缺 实际上 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 自2023年起 恢复例行年度 报价调整 结束了大流行期间的价格冻结期 2020年和2021年 公司仅取消年初的销货折让 但为全面涨价 主要考量与客户群的长期合作关系 2023年的涨幅 主要反应产 能供不应求 通膨与生产成本提升等因素 但涨幅仅为各位数百分比 相较同业与公司自身表现 均属温和 根据研究机构与法人预测 虽然2026年 个别先进制程涨幅不一 但整体涨幅将优于近年 晶片设计业者指出 台积电此次调涨 恐怕意味将逐步缩减 7奈米以上成熟制程的产能 AI伺服器与高效能预算 HPC应用将成为主要受益领域 一些人士指出 台积电会综合考量客户采购规模 合作深度等因素 来决定具体涨幅 确保在反应成本的同时 维持客户关系稳定 另外台积电与人工智慧 AI晶片大厂挥达 目前正在针对其最新A16制程 及1.6奈米工艺进行联合测试 可能挥达已经独家取得了 台积电及A16制程的产能 根据资料显示 台积电A16制程采用了 奈米片电晶体 NinoSheet Transistors和超级电轨 Super Power Rail技术 相较于N2P制程 A16在相同功耗和速度下 速度增快8%至10% 功耗降低15%至20% 晶片密度提升7%至10% 计划2026年下半年 进入量产 挥达预计将利用台积电A16制程 来生产其下一代 Findman GPU架构 该架构预计在2028年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 A16制程技术对GPU的先进封装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中需要更多的系通孔TSB through Silicon Wire 已具备更好的连接与散热控制能力 事实上 先进封装技术 特别是台积电的CoreOS 已成为限制AI晶片供应的关键瓶颈 而挥达正因为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支援 从而占据极大优势 根据资料显示 挥达在2025年 已订购了台积电CoreOSAL年产能的70% 因此 这也造成台积电CoreOS的产能吃紧的情况下 委外封装测试服务供应商 OSAT和设备制造商 也获得了市场机会 而台积电为了应对CoreOS先进封装产能瓶颈 台积电正积极开发替代方案 包括CoreOS以及计划中的晶圆级封装 借新的设备和合作伙伴的加入 满足市场庞大的需求 另外 HBM的供应与先进封装同样影响 AI晶片的竞争格局 目前HBM3E的堆叠高度为12层 未来HBM4有望达到16层堆叠 这很可能需要使用混合键和Hybrid Bonding技术 特别是在HBM4E上 在这种情况下 先进封装的产能瓶颈 可能将使得HBM4供应紧张 面对供应链的限制 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Hyperscalers 及其晶片新创公司 正受到台积电CoOS供应短缺的影响 为了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 业界正采取多项战略 包括建立替代的封装生产线 以及转向垂直整合 其中 垂直整合就代表着 将涉及到制造堆叠的更多环节 纳入自身掌控 以确保供应链的韧性 总体来讲 汇达通过锁定台积电最尖端的A16制程 结合其在CoOS产能上的巨大预流量 在下一代AI晶片的竞争中 筑起了高耸的壁垒 而产业其他参与者 则必须通过创新封装技术 和实施垂直整合策略 以打破当前的供应链瓶颈 争夺未来的AI算力市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